好 要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了 目前这个集市影像是在台北市的内湖区 您可以看到阳光已经露了脸 而且这个阳光看起来真的是蛮灿烂的 不过要告诉大家的是 千万不要被太阳给骗了 因为在早晚的时候 其实温度都还是蛮低的 好 不过接下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目前在台北市的室外温度 大概是18 19度 在今天其实天气状况很稳定 多云到晴 因此几乎是不会下雨的 不过首先来看到的是 今天是24节期当中的大寒 好 其实大寒过后马上就是立春时节了 在大寒的前后将会是一年最冷的时间 不过大寒之后天气整个会渐渐的变暖和 其实这个古时候大家都说 如果在大寒这一天天气比较冷的话 那么明年就会是个好年 主要是因为如果天气冷一点的话 可以把害虫全部都杀光 开春的时候就能够大丰收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在这一天其实吃一些暖身的食物 是比较适合的 像是我们帮你整理出来 牛肉 羊肉 鲜鱼 核桃 还有韭菜 都是蛮不错的东西 好 另外呢 来看到的是卫星云图的部分 在今天清晨时分 依旧是受到辐射 冷却效应的关系 各地气温还是偏低的 今天本岛清晨平地最低温度 出现在新竹的额眉只有8.6度 而苗里的灶桥也只有8.8度 好 不过整体说起来呢 今天整个西半部的低温 普遍是落在12到14度 竹苗局部比较空旷的地方 还是有可能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 好 至于东半部的低温呢 则是来到了14到16度之间 好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随着白天整个阳光慢慢露脸之后 气温会上升 整体说起来这个会比昨天来的更为舒适 还有温暖 各地的高温大约都是在22度以上 西半部局部地区更有机会 高温来到26 27度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日夜温差还是蛮大的 可以达到10度以上 真的是要多加留意 好 另外在雨势的部分呢 今天降雨的几率也会比较趋缓 只剩下东半部 除了上半天东北角 还有宜兰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之外 下半天开始整个花冬的降雨 也会变得比较明显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早晚还是很冷 气象局在今天依旧针对了这几个县市 发布的是低温特报亮起了黄色灯号 您可以看到包含了新竹县市 还有苗栗县 南投县 还有云林县 这几个县市的观众朋友 还是要多加留意 好 另外在中南部地区 则是要多加注意的就是空气品质了 您可以看到在今天中部 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 空气品质依旧是亮起了橘色提醒 代表的是对于过敏族群的观众朋友 还是比较不利的 不健康的 因此要特别提醒大家 外出的时候还是戴上口罩 是比较保险的 不过接下来呢 这几天整个天气到底会怎么走呢 您可以看到在今天 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威力减弱 因此气温已经慢慢回升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 明后天开始 南方云溪要北移 到时候东半部还有西半部 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震雨 好 紧接着来看到的是 周休假日的部分 从周六一直到了下周一 东北季风增强 全台各地的温度都会稍微下降 同时也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雨势 要一直到了下周二的时候 东北季风的威力稍微减弱 气温才会慢慢回升 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在今天的天气状况了 受到了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因此在清晨时分 这个温度还是蛮低的 从白天开始气温会慢慢的上升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日夜温差很大 可得要多加留意 另外在今天下雨的部分 东半部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震雨 至于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空气品质的部分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es